老师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计时器 我们刚刚学会抽签 对不对 那抽签上台报告啊 或是请他发表一个小小的演说 这边有个计时器 计时器呢 这边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是倒数计时 好 每个人上台三分钟哦 你这里可以改成三分钟 那这次码表 你到底讲多久 来 我们先看一下计时器 我点这里 把它改成三分钟 按开始 好 陈子轩同学开始报告了 大家好 我是陈子轩 那今天我要介绍 我们就利用这个 让同学来看每个人报告的时间 来 我们就重置一下吧 那另外这个码表什么意思呢 请同学你来上台演讲 时间没有限制 开始咯 我们来看看你讲多久 来 大雄先生开始咯 点开始 那大雄就开始讲 看他讲完几秒钟 这边就可以做记录 所以倒数计时 每个人上台只有三分钟 你就从这里做 那我想知道一下 你这段演讲多久 你就可以使用码表来做 这是时间的管理 不然我们请小朋友上台的时候 这边来处理 来 老师 欢迎你练习一下了